大家好 如果大家還記得 在教組的時候 我們在 Textbook 第六頁 講過有兩種 Energy Label 第一種叫做 Recognition Type 如果還記得的話 Recognition Type 就是 Minimum Energy Efficiency 即是每一件電器最低能量有效的要求 這個就是 Recognition Type 某一個最低能量的要求 才能出街 但是達到這個要求 根本就是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Greating Type Grating Type 就是 比較它不同系列的電器 它的 Energy Efficiency 是多少 Grade 1 至Grade 5 都有 Grade 1 就是最 Efficiency 其實我們怎樣去計算 Grade 1 還是Grade 5 呢 其實我們是有數計的 我之前跟你說了 就會在後面說的 現在我們就會去到 一去就去到第五十三頁 五十三頁 五十三頁 五十二頁 五十二頁 這裏就是 冷氣機的 Energy Label 其實不只是說冷氣機 其實很多的電器都會用到 Energy Label 是怎樣去找出來的呢 其實它有一個 這是五十三頁 這是五十三頁 它就說了怎樣去計算出來 行不行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Energy Efficiency of an Air Conditioner 就是這個系列的冷氣機 就是Great according to Energy Consumption Index 就是能量消耗指數 這樣 OK 那下面這個呢 Grade 1 呢 就是講的 它的Index 要小於85% Grade 2 就要這個 range 諸如此類 那你會留意到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 因為它是比較 它跟它同一個Category 同一個系列的冷氣機 對啦 它的分別在哪裏 對不對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冷氣機有很多牌子 有東芝 日立 美的 諸如此類 OK 好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有一隻 有一隻牌子 X X冷氣機 OK X冷氣機 它每一年 假設我每一年 就用1200個小時 好了 那1200個小時 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用了1346kWh OK 行不行 好了 那這個就是 那個冷氣機 用了1200個小時 那個能量的消耗了 好了 但問題就是 在這個系列的冷氣機裡面 就是和它同級的冷氣機裡面 我們就有一個平均的 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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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比較一下 假如它的F8 Consumption 是 呃 隨便 OK 好 那就1400kWh OK 1400kWh 好 好了 那 X這個冷氣機 它是屬於 什麼Grade呢 我們就要除一除它 好 那 這個方法就是 這部冷氣機 X的冷氣機 對應是用1200kWh 這樣 OK 好了 那就乘了100% 這樣 好 那你按一下機 你按出來是多少呢 我現在試一下 按一下機 給大家看看 那就 按一下機 先 那 找個計數機 那 就計數機 去哪裡 好 好了 那我計數機 那 算出來呢 就會是 1346 除1400 好 那就是 96.1% 好 96.1% 好了 我計到這個96.1%的話 那就是屬於哪個Grade呢 那 96.1呢 就剛剛 就是 這個 OK 所以 如果是剛剛 這個 就叫做 Grade 3 這樣 可以嗎? 那 這個很簡單 說了一件事 我可以做多一個例題 給大家看 後面 你們書裡 這個例題 就會說得更加清楚 他說 譬如說 他有個冷氣機 他這個系列的冷氣機 他平均是1070 好了 他就問 如果我要達到Grade 1的Energy Label的話 那 最多的maximum energy consumption 是多少呢? 好了 我們又去做 如果你看看前面的表 看前面的表 就是 他的要求就是 要 小於85 才可以 所以得到Grade 1 可以嗎? 好了 好了 那 所以 我們 那個 E Energy consumption 就要除去平均那個 平均就是1070 乘1% 要小於85% 這樣才達到Grade 1 所以 Energy consumption 一定要小於 或者等於90 9.5 可以嗎? 好 這也是兩個 很簡單的example 好了 然後 B part 他就問多個問題 就是 如果比較A和B的話 那 他就這樣說 那 他的Energy consumption 一個就是82% 一個就是91% OK 簡單來說 如果 我們就這樣看 這兩個數字的話 82% 對應前面的表 是屬於Grade 1的 可以嗎? 好了 而這個91% 91% 對應前面的表 應該是Grade 2的 可以嗎? 好了 現在他就問問 如果 B is replaced by A 即是說 由91% 去到82% 的話 那 Percentage Energy save是多少呢? OK 那我們的計法 就很簡單 我們用82 去replace 91 是嗎? 可以嗎? 那即是說 91是原本那個 所以 我們的計法 就是這樣 91 91-82 over91 OK 可以嗎? 因為原本是91 好了 接著呢 就乘100% 這樣 可以嗎? OK 那即是等於什麼呢? 就是1-91 然後82 然後乘100% 這樣 這樣 可以嗎? OK 那所以呢 等於 9.89% 那即是說 其實他省了9.89% 就是這樣 OK 那即是說 這裏呢 他的數字就是這樣計 對不對? 好了 我講到這裏的時候 你要留意到 究竟 究竟 這個Percentage 總括來說 就是 這個數值 是越小越好的 OK 那接著又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 如果他剛剛 100% 那即是什麼意思? 那即是說 那即是說 他的Energy Grade 那個Grade 就是跟 跟平均的一樣 基本上 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Grade 1那些 他就會貼那個Label出來 Grade 2 都比較少貼Label出來 因為他都覺得 哎 不行 Grade 3、Grade 4 就是把Label都收起來 都不會貼出來 OK 那即是 當你擺電器的時候 你就要去衡量一下 這件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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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